大唐荣耀此前 电视剧《大唐荣耀》第一部大结局 网友直呼看得不过瘾 心心念念第二部什么时候播出 近日 《大唐荣耀》二公布 播出时间定档4月3日 剧情介绍沈珍珠结局很惨 独孤静瑶嫁入广平王府后 挑拨沈珍珠和李畜的关系 最终两人和李沈珍珠流离在外 《大唐荣耀》沈珍珠结局是什么 自从沈珍珠和李畜分开 珍珠终于被广平王救出来了 为了江山 得不到圆满 我成了万事瞩目的君王 再也没有人唤我一生东郎 这是李畜的悲哀 江山和爱情不可兼得 他和黄爷爷一样 剧情发展到现在很多网友想知道 沈珍珠结局是什么 有网友剧透说沈珍珠结局悲剧收场 在第二部《沈珍珠》 被修李畜取独孤静瑶 《大唐荣耀》中 除了沈珍珠之外的主角和配角 几乎名字都是变了的 但是从第一集就可以看出 沈珍珠这次的爱情归宿 绝对是广平王的 而这部里边对于广平王 除了有一个英俊的外貌之外 还给了他善良和专一的爱情 甚至于以后作为皇帝的胸怀 既然给男主了这样多的光环 那么不能看出 这一部里边 沈珍珠是要和广平王在一起的 沈珍珠温婉端庄 今晚眷秀的名门之女 广平王李畜之妃 她内心善良 心存设计 与人为善 虽然是一柔弱女子 却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 用自己瘦弱的身躯 撑起了一片天地 广平王个人侠气象 仙衣怒玛的翩翩少年 不枉费皇爷爷看好的皇孙 智勇双全 他是沈珍珠的夫君 在沈珍珠嫁入王府后 被他知书达理的才识 和德才兼备的品质深深吸引 以至于即便在安史之乱 与他分离之时 仍是对他念念不忘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 更是不顾宫廷规矩 无论如何 都要接回沈珍珠 大唐荣耀第二部的剧情 也将延续第一部 第一部将会以李潭的死结束 唐素宗时期 李潭被张皇后给陷害致死 而李畜也被陷害夺走了兵权 独孤静瑶为了振作李畜的势力 提出愿意加入王府帮助李畜 而沈珍珠为了李畜 以及大唐的未来 心甘情愿让李畜修了自己 迎娶独孤静瑶 我会以后